自动清洗压滤机产品演示 自动清洗压滤机由机架、滤板、压紧系统、自动水洗装置和电气控制柜组成 机架部分起支撑压紧装置和滤板的作用 由机座、压紧板、指推板和主梁组成 滤板安装在压紧板和指推板之间的主梁上 其间夹着滤布 压滤机滤布清洗机构 是自动拉板相视压滤机选配的功能辅件之一 主要适用于拉板后滤饼残留在滤布上较多的一年物料 其自动化程度要求高场合的滤布自动清洗再生 其结构是由冲洗泵、水枪、行走机构、冲洗机构等组成 我公司生产的自动清洗机采用德国技术 克服了以往的冲洗压力低、冲洗效果差的缺点 冲洗水压力可达到4.0兆胖 实现全自动清洗、快速有效对滤布进行冲洗 各线位点采用金属接近传感器定位 动作的实现依靠PLC全自动控制 大大降低以往操作人员手动清洗滤布的劳动强度 通过清洗滤布得以再生 从而提高过滤速度 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可创造一个较为清洁的操作环境 当按下自动压紧按钮后 油缸推动压紧板压紧各个滤板 当压力达到20兆帕时 自动停止压紧过程并进入保压状态 此时滤板与滤板之间就形成了滤式 打开浸料阀后 物料从纸推板料孔进入各个滤式 固体颗粒被截留在滤式内并形成滤饼 液体则透过各个滤板组合起来的液孔道排出机外 当压滤机压滤结束 按泄拟按钮 油缸退轨带动压紧板松开 翻板打开到接泥状态 到接泥线位时自动停止 拉板小车逐个把各个滤板拉开 直到拉开最后一块滤板后 拉板小车返回到原始位置 油缸重新压紧并处于保压状态 同时压滤后的滤饼掉到储泥斗或输送机内集中外运 如需自动清洗滤布 按清洗按钮 油缸退回后压紧板松开 翻板处于挡水状态 清洗装置通过传动机构 移动至滤板细料区域中间位置 拉板机构拉动第一块滤板至清洗装置的金属接近传感器后停止移动 清洗装置通过毛刷和2-4兆帕的高压清洗水 同时对滤布进行冲刷 快速有效对滤布进行再生 冲洗结束后 再进行下一块滤板的自动清洗 直至全部清洗工作结束